乔生疫苗是属于哪一种的疫苗 它是属于一种传统的疫苗技术 它是用一个病毒把它灭活了 然后打到人体身上 所以它这个技术过程是已经成熟的技术 可以很大批量的技术出来 所以它们叫做game change一个疫苗 还有它只是打一次 现在我们熟悉的这几个疫苗都基本上要打两次 所以它只是打一次 到了28周以后 它还有检测到它的抗体 还是对抗这个新冠病毒的 所以这是比较鼓舞人心的 另外一点 它可以预防到所有进医院的病人 就是换句话说 打了预防针的人 就算他有了这种新冠病毒的感染 也是轻症状 不用去到医院 也不要住到重病房 ICU这一类 等于是我们的感冒 感冒疫苗也是60%左右到70% 所以它的预防就是让很多人不得到重感冒 但是很多人打了感冒症以后 还是有点感冒 但是很轻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